主题 任性向战市区 学生点一 了解家乡的公共场所与功能 二 了解为居民提供服务的设施 三 了解应爱护地方的公共场所 台湾是我们的家乡 政府为了更好的服务人民 将这片土地划分成许多区域 依照人口数量的多寡 称为乡 镇 市 区 我们可以透过许多方法来认识家乡 阅读地图就是其中一种 在地图上可以找到住家附近的街道名称 政府机关 还有公共设施等各项资讯 从县市 乡镇 道路的名称 有时可以发现居住地方的位置 举例来说 北新路指的是台北到新店 板南路指的是板桥到南市角 还有南深路 当然是可以从南港到深坑咯 在台北市的市大路上有国立台湾师范大学 在台北市的公园路有228和平纪念公园 市民大道表示政府对市民的重视 台北市还有很多路民都表示着中华民国是重视人民生活品质的国家 新北市的板桥区也有类似的街道名称哦 民生 民友 民智 都是希望人民能够过着更好的生活哦 从街道的名称上也可以发现家乡的历史 凯达格兰大道是台北市总统府前的道路 路民来自从前长期居住在台北地区的原住民凯达格兰族 万华区就称蒙甲 也就是邦甲 源自于原住民平普族独木舟的意思 罗斯福路的路民是纪念美国前总统小罗斯福和台湾曾经的友谊 台北市还有很多有趣的路民值得我们一一去了解 乡镇市区是由许多村里组成的行政单位 它包含的范围和服务的项目比村里还要广 以台北市来说它下面有12个分区 在文山区之下又有43个里为里民进行着服务工作 乡镇市区政府与居民的关系十分密切 接下来我们就要认识家乡的公共场所与设施 贝里的家乡是我 不论我们的家乡在哪里 都有许多为大家提供服务的场所还有设施 现在我们要认识地方的公共场所 公共场所是指开放的环境 也就是任何人都有权利进入的地方 比如说街道广场或者夜市 在自由广场我们可以提出申请 在这里进行游行或者其他活动 各级学校不但是学生上课的地方 放学后也开放让社区民众可以运动 社区大学还提供许多有趣的课程 让民众活到老学到老 除了学习心知之外 校内宽敞的公共空间也是居民运动休闲的好地方 各个学校的操场球场都是开放的 不过使用时一定要遵守相关规则 才能保护场地不受破坏 让更多民众一起来享受 除了学校之外 图书馆也是居民吸收心知的场所 台北市目前共有一间总馆 44间分馆 在这里不但有丰富的书报杂志 与影片提供借阅 也有电脑、视听室、饮水机等设备 自动借书机 可以减少大家排队借书的时间 图书馆还有五花八门的各项活动 参加小博士信箱的有奖称达 还可以得到图书礼卷 老师说故事、电影欣赏 还有各项手作活动都非常的有趣 参加各项活动不但可以增加知识 有时还可以得到奖品呢 随着科技的进步 我们也可以在家里阅读电子书 台北市还有一种 带牙很容易的图书馆 欢迎大家多多使用 台北市图的智慧图书馆天天不打烊 方便民众在馆内自动借还书 还有享受阅读乐趣 在松山机场、百林国小等七个地方 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哦 图书馆的叔叔阿姨们 十分辛苦的为我们服务 我们要遵守图书馆的规则 不要影响其他人的权利 在馆内请你不要饮食 以免让蟑螂、蚂蚁弄脏了我们的书籍 行动电话也要关起来 以免吵到别人 还有在这里千万不要奔跑 制造噪音 这里的资源是让所有民众共同分享 请你不要为了一时的方便 造成大家的困扰 家里如果有多余的书籍 也可以把它捐给图书馆 让它到处去旅行 接下来我们介绍剧场 在各个县市都有许多活动中心 或者是剧场 办理艺文活动 与各项展览 各个艺文中心或者社交机构 不但有大人喜欢看的音乐 舞蹈表演 更有适合小孩看的儿童剧 在台北市的大道城戏院 专门演出传统的布在戏 还有瓜戏 同样也有推出适合小朋友欣赏的剧本 台北市还有宫廷市建筑的国家戏剧院 国家音乐厅 小朋友可以和爸爸妈妈一起去享受看戏的快乐 看戏时有一些小礼貌 要请大家一起遵守 请大家准时进场 不要照相 不要饮食 在羡慕的时候 也别忘了热烈鼓掌哦 美术馆中展示着当代艺术家的美丽画作 台北市立美术馆是台湾第一座现代美术馆 馆内不仅有版画、油画、素描等画作 也有雕塑、装置艺术与媒体艺术 此外 北美馆也经常举办国际展览 让台湾的艺术与世界接轨 参观时要遵守馆内的各项规定 不要奔跑、喧哗、当个有水准的小客人 下项的公共场所还有博物馆 里面的各项展览 让我们的生活更加丰富 五花八门的博物馆 主题上至天文、下至地理 小朋友可以选择自己有兴趣的去参观 在美术馆或博物馆中 通常会提供语音导览的服务 也会有置物柜、轮椅、婴儿车等等设备 方便民众看展 如果你有什么特别的需要或疑问 也可以到服务台 请服务人员帮忙 家乡还有许多让居民运动 与从事休闲活动的场所 像是大大小小的公园 可以让我们进行奔跑与游戏 台北市的12区中都有运动中心 里面有游泳池、球场 是居民健身的好地方 家乡还有许多地方 为我们提供了各式各样的服务 电力公司提供电力供给 传统市场与超级市场 都是购物场所 方便我们采买日常生活用品 满足生活需求 传统市场每个摊位 都有老板为我们详细介绍商品 充满人情味 超级市场的商品 能量整齐 各有优缺点 还有各项交通设施 像是火车站、高铁站、机场 港口、捷运 方便我们来往家乡各地 台北船运站中 有到达北、中、南各地的客运 让我们可以轻松的一日游台湾 是除了搭乘高铁或火车之外的好选择 在台北市内 我们可以选择乘坐公共汽车 前往我们想去的地方 捷运也是一种便捷的大众交通工具 它有自己专属的轨道 所以在路上绝对不会塞车 连接了台北市与新北市许多重要的地点 无论是公车或捷运 搭乘公共交通工具 不但省时、省钱 还能减少车辆的废弃排放 为爱地球尽一份心力哦 加上还有很多提供理财服务的场所 像是银行、提供你存钱、提款、投资等理财服务 邮局除了存提款之外 还提供邮件和包裹的投地 只要把信件投入油桶 辛苦的邮差先生 就会帮忙把信件送到家家户户 让我们联络感情 各地的农会、余会也有理财服务 农会还有贩卖水果等农产品 或者举办栽种植物等活动 家乡提供医疗服务的医院也很多哦 大型医院是居民看病的地方 如果只是一般的感冒 可以就进到住家附近的诊所就诊 家乡还有很多宗教场所 庙宇是我们常见的信仰中心 通常也是居民交流情感的场所 在神明生日或者重要节庆时 大部分的庙宇都会举办祭典 一方面为神明庆祝生日 一方面也祈求居家生活的平安 这时会有许多神将绕境 研读还会燃放鞭炮 热闹的景象可说是台湾特有的文化之一 信仰基督教或天主教的居民 则是在教堂聚会 用祷告的方式获得心灵的宁静 每年的圣诞节 这是教会最热闹的时候 大家会欢聚在一起 唱诗歌赞美耶稣的诞生 台北市还有一间清真寺 让伊斯兰教徒可以聚会礼拜 居住地方的公共场所 是居民的共同资产 我们应该爱惜使用 到公共场所活动时 要爱护环境不乱丢垃圾 如果发现器材损坏了 主动告知管理人员 带心爱的狗狗出去玩耍 记得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课余时间 还可以参加社区的敬摊 扫街等等活动 家乡的环境 需要你我一起来爱护 让大家都快乐 谢谢欣赏 让我们一起守护家乡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